世界同军运动创始人 贝登堡爵士的曾孙Dev近日抵达台湾 感受基隆这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和台湾同军的蓬勃发展 基隆同军会理事长张苑 和基隆是女同军队理事长林立禅 亲自出席迎接仪式 期待透过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能够将同军的精神进一步向下扎根 今天特别带海洋同军 海同军的领军过来 迎接我们来自澳大利亚 也是我们世界同军的创办人 贝登堡先生的曾孙戴夫先生 戴夫先生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 看到基隆的城市 特别选择的在基隆港旁边 阳明海洋文化馆的顶楼餐厅 他可以一来就看到 他说是来台湾最有印象的一个活动 不但跟我们基隆市 20多位同军的服务员团长 还有几位我们的同军行役的伙伴 特别也找来德国的同军 这是因为这次全国大露营 第12次在台湾的总马赖举办 基隆市有157位的同军 一起来参加当中有17位的服务员 以及我们又同军有40位 其他都是我们同军跟行役的伙伴 这是历年来最高最多的一次 在这边要谢谢大家 对于我们同军活动的认同 也非常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 同军是一个世界的活动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我们希望基隆在这个同军运动上不缺席 而且发廊光亮 我们很难得我们的那个 北登堡的第五次来到基隆 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跟他交流 把我们的同军精神更融入 更在地跟社区化 让孩子都就是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那也希望这次的全国大露营 大家可以顺利成功 基隆的孩子加油 DAVE的到访为基隆带来了国际交流 更激发年轻人参与同军活动的兴趣 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记者蔡小军接用报道